从3月15号起,当局将推行简化安全管理措施,以便安全地恢复更多社交和经济活动。 每户家庭在任何时候可以接待最多5名访客。 工作场所可以恢复社交聚会,每组最多5人。 当局鼓励人们继续保持安全距离,但只要有戴口罩,就不强制保持安全距离。 为接种疫苗的12岁及以下孩童,能和来自不同户家庭的亲友一起参加,按照疫苗接种情况区分安全管理措施的活动。 指定体育设施可以恢复最多30人参与的体育活动,参与者都必须已经完成疫苗接种。 活动规模将根据场地容量而定,1000人或以下的较小型活动将不受场地容量限制。 超过1000人的较大型活动,人数将限制为场地容量的50%,每个人都应该继续负起社会责任,并遵守安全管理措施。 请接种疫苗,并在符合条件时接种疫苗追加剂。 接种疫苗,并在色列预告。 RM,并遵守均等于2020年未完治。 Gorale,并遵守均等于1979 touchdownest. では还 Grori ,并遵守均等于1170こちら。